cientific 殭屍又消失 這才討厭 剛玩到一半殭屍突然消失又出現 然後我就被抓住了 幹這很爛 屍體也沒有焚燒的記憶功能 他不會像20500有焚燒過的畫面 幹!你看又有八個了 沒有啊 屍體又浮空了 你娘勒這叫我可以接受 喔!笑死! 這是不能接受的BUG 這就像戰地風雲那種已經被人家罵到丟臉了 像白癡耶 升級的很猛一樣 最糟糕的就是屍體 都沒有辦法鞭屍 一個可以鞭屍 的遊戲才是一個合格的大作 那種死掉屍體就黏在地上真的很好笑 而且他很奇怪喔 他只有那種喝水的水桶可以 可以把他打到地上去 其他的所有物件都是黏在桌上 等一下喔! 他只有這個會掉而已 這個 其他的物件全部都是黏住的喔 你就知道這遊戲有多爛了 真的是 無時無刻的分享給大家知道這個遊戲有多爛 這完全對不起人家花 你看這個花火打不打得到 更爛耶 這完全對不起人家花一千多塊買這個遊戲 一千多塊買這個遊戲 一千四 你看一千七啦 他原本賣一千 你看他連這個都打不掉耶 全部的物件只有 椅子也可以 我們幫他找到一個新的藉口 螢幕也可以 那你要做的話這些東西 我知道 這是 這個是固定晚上的亮燈 他不會動 你知道我之前曾經為了 一件事情 把 潛龍 電影 換通 退掉吧 我的坦克 撞到那個三角椎竟然會停下來 停什麼 三角椎 幹勒我之前玩戰地風雲坦克是直接可以穿牆的耶 幹 如果招到這個十國機的話 二國追軍都會遇到三角椎 對啊 我之前就是為了這個把換通給推掉 因為我太嚴重了 我沒辦法接受我一個 遊戲 竟然要 竟然那個 坦克撞到一個人 路障就要停下來 這個是侮辱我的智商耶 靠 剛剛這堆殭屍還沒讀取好耶 還是那種會讀取狀態 我差點笑死 真的有夠爛